上回我们说到乔姨娘本来想着带红鹰枪去看望小孩 结果对方并不是很会玩耍导致最后受伤 这一幕也恰好被徐令仪给看见 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了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锦心四育第十九至二十集 大家好 这里是七七影视 十一娘醒来看到自己被徐令仪抱着 非礼 虽然是合法的 立即偷偷起床 那捏手捏脚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 怎料徐令仪故意戏弄她 戏弄半天还得说人家簪子寒酸不懂的立马给人家换一个吗 十一娘只好等徐令仪起床后再起床 这就是装饰的男人吗 真过分 两人聊到关于凤卿的安排 徐令仪不愿意叫乔连房抚养凤卿 确实这个坏女人不配 因为凤卿至今还小 就是就是 一会儿被交坏了就完了 也不愿意让丫鬟出生的秦姨娘抚养 显人家没文化呗 不也算是理解 十一娘提到二嫂向一真 凤卿喜欢看竹子 属熊猫的吗 二嫂 向一真见到凤卿 回想起徐家二少爷 直接回忆往事 回忆总想哭一个人太孤独 丫鬟下乡希望她将凤卿养在零下 虽然是为人家着想 但是人家正难受着呢 向一真却阻止她说下去 二嫂应该又伤心了 这丫鬟咋不懂事呢 徐令仪将徐令宽叫到房中一室 挨大事不妙 这个人事情这么多呢 如今徐令宽的老丈人定男侯 已经知道凤卿的事情 被岳父知道了吧 直接原地去世吧 猜测凤卿是欧家送上来的 故意让徐家出现问题 那如果之前没发生 人家也钻步了空子 徐令仪让徐令宽亲自上门道歉 这没有负经请罪 已经很好了好不好 以求得定男侯的宽幼 就是不贵一天一夜都不行 哪知徐令宽却畏惧定男侯 怕被暗杀吧你 拒绝道歉 气得徐令仪火冒三丈 太过分了吧 怎么会有这种男人 太不懂事了吧 虽然他人挺好的 有时候绝了 十一娘送上桃花酒给徐令仪 并轻言细语安慰 这就是温柔的女人吗 徐令仪也借酒一诉说内心的苦恼 咋滴没喝酒说不出来吗 十一娘希望她好好听徐令宽的想法 不要强加要求到徐令宽身上 一气用世人家庭进去才怪 夜里 徐令已将徐令宽叫到郎亭喝酒 一感往日的严苛细心听徐令宽的想法 早点这样不就好了吗 还至于吵架吗 果然徐令宽被她打动 主动承担错误 果然还是得是十一娘呀 十一娘带着琥珀 东京探望简师傅 林世贤得到消息后 看望十一娘 并为他们送上保护手的手膏 护手双叫这么复杂名字吗 回家途中 琥珀试探十一娘对林世贤的态度 得知两人是就相识后松了一口气 怎么了吗 难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丹阳在后花园里散步 如今徐令宽与侯爷和解 心里非常开心 只是不明白徐令宽为何与侯爷吵架 因为你被绿了 还不知道 正巧乔连房经过后花园 说不定是故意的呢 他故意将凤卿是徐令宽丝生子之事说出 真心寄不去皇宫都可惜了 丹阳一气之下 冲到西跨院找凤卿求证 太过分了吧 激将法真诀 正好中了乔连房的圈套 憨了巴基的 乔连房明灭 是传播徐令宽和凤卿之事 嘴真碎 实际上是希望丹阳在台阶上摔一跤 趴好趁机扳倒十一娘 安想不到吧 后面没得逞 丹阳见到凤卿的眉眼 与徐令宽相似 亲生的能不相似吗 笃定凤卿的身份 正在玩耍的凤卿被他吓到 这样子像急了怪阿姨 立即冲到台阶处 咋滴人家又不吃人 背后的丹阳追逐着凤卿 却不小心踩到松动的台阶 幸好十一娘用自己的身体做垫子 才让丹阳避过一劫 真的是虚惊一场 要不然摔了孩子舍了人白电 事后 丹阳感谢十一娘的救命之恩 定开口叫他四嫂 不叫都说不过去了都 十一娘提到 凤卿是侯爷认下的孩子 所以事情不会改变 作为妻子的自己 也绝对不会与侯爷理论 好好学学 不会为了此事与侯爷离心离德 丹阳听懂了十一娘的话 不再纠结凤卿的事情 懂了就好想太多不太好 反而是走到桥连房的屋子教训他 教训的好 徐令宽到定南侯侯府请罪 即便是浑身被大雨淋湿 也跪地请罪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定南侯看出他的决心 也深知他对丹阳的感情 决定再给他一个机会 知错就改君子 也虽然做了错事 但是还算是个人 徐令宽回到后院后 隐瞒了凤卿之事 丹阳看破却不说破 徐令宽见他已经知道 事实却对自己宽容 更加心疼丹阳 心疼你还这样 十一娘主动找到二嫂 希望她能抚养凤卿 二嫂向怡真因为 儿子千歌感染风寒而死愧疚 所以没有信心抚养孩子 十一娘想到家里孩子 都是在向怡真的启蒙下开盟 认为凤卿在她名下 抚养是最好的 都不要说了 直接判给二嫂 几日过后 徐夫人将众人召集到一起议事 徐令宜本想将凤卿 养在名下十一娘名下 不你不想 二嫂向怡真主动提起 想要抚养凤卿的想法 徐夫人和徐令宜对向怡真都放心 决定将她交由二嫂抚养 名为徐四介 我就说吧 非二嫂莫属 乔连房 故意在秦姨娘面前挑拨离间 坏女人又开始作妖了 两人为了孩子争得火热时 十一娘却做了顺水人情 将孩子交给二嫂抚养 干得漂亮 秦姨娘回到房间 看着孩童的物件 心里非常落寞 自己生一个不就好了 徐令宽感谢十一娘的帮助 磕不磕头吗 十一娘以偷师学艺之名 看徐令宽的香囊 可惜香囊上的刺绣并无线索 十一娘再一次提到一年前慈安寺的命案 希望徐令宽帮忙寻找线索 徐令宽答应帮十一娘私下打听当日的随从 还不是因为人家帮你你才答应 十一娘得知罗夫人生病后回娘家探望 罗夫人认为十一娘处理借戈事情非常好 但希望她尽快获得徐令宜的宠爱 怎么一定要靠男人呢 否则将让徐令宜从身边丫鬟中挑选一个当通房 真的是绝了呀直接威胁 回家后 东卿故意说出 琥珀是通风报信之人 尤其琥珀跪在屋外祈求人量 那还做这种事情 拿出绣有荷花的手绢思念其姐姐 十一娘相信琥珀的人品 深知罗夫人能将她掌控 一定是手握把柄 于是询问琥珀缘由 可原的孩子 可琥珀却拒绝了十一娘 认为此事十一娘帮不了她 瞧不起谁也不知道 十一娘正在画画时 徐令宜来到西跨院 徐令宜见到她极具匠心的画工 缠了吧缠了就对了 拿出一只玉簪送十一娘 十一娘发现玉簪与她之前所丢的几乎一样 说不定就是她枪兵衣找回来的 正在徐令宜帮十一娘佩戴之时 真哥的哭声打断了黯然的谈话 不懂事的电灯套 两人走到屋外查看 原来真哥因木剑断了而大哭不止 孩子别哭了 十一娘让徐令宜帮真哥重新做了一把木剑 得到木剑的中哥再一次开口感谢徐令宜 礼貌的小哭包有木剑拿 十一娘提到中哥从小在母亲和丫鬟身边长大 真惨没有父亲陪伴 所以才娇柔些 如果有侯爷边沿传声叫 中哥一定会变得有男子气概 说不准呢 丹阳正在陪着徐夫人说话时 乔联房前来请安 不懂事理别来请安了直接走吧 丹阳故意当着乔联房的面 夸奖十一娘执掌中愧以来从未出过差错 夸得真叔父 爱气死这个坏女人还没有怀孩子还卖惨 一直这时 中哥带着木剑前来 向众人夸奖木剑是徐令宜的杰作 咋要羡慕了吧 而且是十一娘让徐令宜做的 众人完全不敢相信徐令宜居然听从十一娘的话 怎么有什么不可置信的吗 更为意外的是徐令宽在教中哥唱戏 唱戏不香了 徐令宜撞见后竟没有批评徐令宽 反多了几分包容 这就是为了女人做的改变了 丹丽扬提到十一娘进门后徐令宜的变化 他再度夸起了十一娘 乔联房心里更加不高兴 鸡 哀度使人面目全非 徐令宜因为自己变化而待在半月盼冷静 林波知道他是担心自己作为徐家家主 背负着整个家族的荣辱兴衰 不敢亲言儿女私情 你想太多了 人家可能只是在想老婆 但是认为徐令宜并不是磐石 他也有着自己的七情六欲 那不然人家围着你转吗 徐令宜到西跨院探望十一娘 正巧十一娘到罗府见罗夫人 好家伙完美错过 徐令宜在街上遇上罗振兴 三言两语发现十一娘并未去罗府 怎么快就被套出话来了 徐令宜便带着林波前去查看 发现十一娘来到了仙灵阁 原来偷偷跑去这了 看着十一娘在房中交秀娘刺秀 徐令宜让林波进去将十一娘带出来 可听说十一娘一直在这里交灾民刺秀 这才知道他对灾民仪式十分上心 怎么这么不上心自己老婆呢 故让林波派行人暗中保护十一娘 还知道保护人家 乔连房故意在徐夫人说十一娘回娘家之事 咋地回娘家还不让了吗 这是徐夫人对十一娘三天两头往家里跑有意见 意见那么大那你怎么不入人家呢 正巧徐令宜听到两人的对话 为十一娘打抱不平 干得漂亮 如今十一娘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受宠 而徐令宜也渐渐明白 自己对十一娘的心意 两人之间更是配合默契不已 但关于十一娘母亲的事情 何时才能有个结果呢 记得点赞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